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喂喂喂 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我們繼續玩見命奇遇囉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幫那個巡方客逃離這個追殺老婆的追殺真的可以耶小月你能不能幫忙找出一條潛出閉村口的路那這位大哥躲過他老婆 這不是老婆嗎怎麼會跑來著閉村葛 莫無順人只想逛逛輕鬆吐個新鮮 還不是隔壁晚上早上看見年輕的閉村葛才過來做人看樣子更沒這回事是我道天徒說誤會了你 這個誤會大了我晚上要吃十隻大雜蟹心情強點好 死鬼一次吃那麼多螃蟹晚上不想睡啊 炒兩百塊 竟然還跟老婆討螃蟹吃 這傢伙還真一點內疚都沒有 少主為什麼那人有老婆還要去青樓去呢 這個嘛應該很多原因吧 別管他了我們到別的地方去 少主能不能整治很正常的事嗎 那少主以後有了妻子也會上青樓嗎 小月拜託你別糾了這件事啊 少兩百塊喔好少喔那我不要幫他 我們看一下如果不幫他會怎樣 我們看一下如果不幫他會怎樣 看來他也看不過這種被著老婆上青樓的事情 哇四百塊 你怎麼能這樣對我 老婆我 小月 教訓那家個傢伙你好像很高興的樣子 我只知道只要少主的決定都是正確的 那要是我有老婆還決定到青樓去 你也覺得是正常的嗎正確的嗎 這小月外表呆呆的迴避其問題倒是不含糊 好啦就這樣吧 然後我們先解蜜月這邊的支線 啊的劇情啊就是我們不是要去那個嗎 先讓他離隊好了 杭州客帳 那我們要去杭州客帳找他 因為那個 你要前往下一個主線劇情的話 都需要回到那個 那個人角色原來的位置 不能在你的隊伍中去 去觸發這個劇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不方便的地方 然後天秘情運終於也有第一遊戲啦 那天秘情運其實已經發就了一陣子 上市了一陣子了 俠客風雲傳都出了 我還沒玩完 這樣遊戲要玩的可多了 我真的玩不玩耶 太忙了 然後錄製又花時間 所以更新比較慢啦 沒辦法 像我的頻道應該 沒看別人什麼人看的 不過該做還是要把它做完啊 聖地之刺 GO 其實這邊很多分支線耶 商派聖地這邊 想不到商派聖地已經如此隱蔽 要不是你在這山裡盲目瞎找 尋個十年也未必能尋到尋到此處 在趕在魔女教取得赤豬死之前 阻止他們才行 小月我們走 來解何人 事實大人特別是無故 絕對不能放任何一個人藏進來 那位行人的死者大人 手腕很堵 要是然後穿過這裡 我們還要活嗎 轉身一口氣要給我撐住 讓我們 上 魔女教授 找我啊 我這亂打 我這亂打 跳跳去的 帥 新任的死者大人 怪不怪是 小月 我們給交緊腳步了 要怎麼走 哇好多人啊 這怎樣 這邊會有寶物嗎 有必要全都打嗎 劍粉 我查一下 我的攻略好了 劍粉是吧 因為 不要浪費時間嗎 直接看一下商派生地 看一下喔 開封叫做 呃 他好像沒有特別寫有 好 點多敵人而已啊 然後沒有什麼特殊寶物 那敵人就看自己想不想獵弓吧 那這邊的話 我們都快轉掉吧 快轉 好 那我們直接到 這邊了 外面就放很痛 不是要好好守著 不准放任何來 任何人進來 壞流大死的事嗎 死者的事嗎 死者的事嗎 哇塞 太多人了吧 不 不 有心可震 不要回了 可不 沒想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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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鬆鬆 少主這地上怎麼躺三把劍 否則呢其中一把是劍鋒派那老頭的武器 另一把是你先前替飛白掌門保管的劍 最後一把一定是八坊門的劍了 應該是已經沒用了吧 誒還沒開喔 可怕這聖地所在 不知道摸一下哪來的手段 竟用兩把劇劍把布魯給封了 這該如何是好 不,不是魔鬼教 他們竟然沒必要做 也沒那個時間 我猜這兩把劇劍應該是 三派祖師山莫武為了封印聖地所佈下的機關 讓他現在就去找人來幫忙幫 小月,別白費力氣的 這劇劍陷入地底樹障 裡頭一定是十星 哪怕再來二十人 也比想撼多他半分 比如說魔鬼教沒時間 我們同樣沒有 少主殿下如此冷靜 小妹是有方法的 山莫武分別加三百劍 交給他三名地址 以守住聖地 代表此處開啟方法 定與這些劍有關 只要能找到機關何處 我們就一定能進去 好 所以應該有人進去 了啦 最機關在哪裡 請問一下 這是這三個嗎 那也太明顯了吧 八卦鏡 OK 八卦鏡啊 等一下啊 這是什麼一朵雲啊 一朵雲跟劍 一朵雲 古月 一朵雲 古月 今天藏紅吧 哦 可以吧 哇帥耶 那為什麼那個 這點計畫難不能本到耶 小月 我們進去吧 那為什麼那個路沒有被劈開 對啊 沒有被劈開 這實力上的痕跡 這痕跡真特別 似乎有什麼特殊含義 以太康之言 造前人之宴 現在沒仔細 時間仔細想了 先記著 之後有空再說 哇 死傷騙野 這不是八坊門地址嗎 看了楊宗 果真是被模擬家利用了 劍義兄 劍義兄 你心情啊 少主 他們倆傷得很重 不過你一隻的話 可能有危險 有殺氣 可能放得還沒走遠 小月 他們師徒想要交給你了 練中淵 我知道你在哪 不用躲了 出來吧 還是我該稱呼你 為新任的死者大人 哈哈哈哈 死裡了 請同我重新介紹一下 我乃魔尼教第三史 練中淵 先前受碩峰兄諸多幫助 不慎感激 不過碩峰兄 在亦或是放火燒飛白 左右都是揚中一人所為 怎麼樣都不會藏在我頭上吧 在飛白他對志時 揚中脫口而出 讓飛白掌門 將長木劍谷歸還聖地 我才開始懷疑幕後黑手另有奇人 本一來無人尋得劍谷 他為何會如此篤定長木劍谷參與聖地 參後劍近年放在我師父那保管 他自然是不可能親眼在聖地內 看到相關線索 那最有可能的 就是他被某人說服了 這個某人何其多 你怎麼能確定是我 這可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我告訴你的 記不記得當時在飛白派 白仙說無人能進入聖地時 你說了什麼 幸好有你在 不然說不準 楊宗那存貨就真會為了劍谷 當時你說楊宗那存貨 就真會為了劍谷而開啟劍墳 我是說過 那又如何 楊宗的說詞 只能證實他認為劍谷曾經存於聖地 並不清楚他是否知道劍谷陷進的下落 摘張飛白派的目的也尚不清楚 我倒是要問問你 燕仲淵 你是怎麼知道楊宗這次動作的目的 是開啟聖地取得劍谷呢 哈哈 看來是我自己犯傻了 念仲淵 你在火場假裝出事之時 有注意到白仙的反應嗎 當時我急著先行去門口埋伏 哪有空管白老頭有什麼反應 當時的白仙 就像不忍自己的兒子受了傷一樣 讓表情像極的省良 可惡 可惡 你這神在府中不知乎的魂窮 為何會願意為了魔尼教被探白仙 不不不不 這你就錯了 我從一開始就是魔尼教派來的臥底 成為大弟子取得白仙信任 完全只是巧合而已 但我如果想的沒錯的話 白仙是真的把你當作親人在信任啊 哈哈哈哈 親人就一定得信任嗎 簽證 神在府中不知府的究竟是誰 不論如何 我是不會那魔尼教取得赤豬石的 哈哈哈哈 赤豬石已經被命走 柴塑峰 你終究還是來遲了 那倒未必 既然你還在此段尾 表示肯定還沒走遠 現在追還來得及 你覺得我會讓你去嗎 你擋得住我就試試 哇哦 絕大念中緣 你這身在屋中不知府的傢伙 讓我見識一下你的正義吧 哦 哦 可以給他東西嗎 嘿 不行 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 沒有 欸 給我閉嘴 破損了佛珠 我有很多東西好像都沒解到耶 算了 不動 沒事不過 有機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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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喔 爹 嘻 嗨 C 好喔 喔 哈哈 喔 為什麼好像把我們拿幣喔 可以發了 幹幹 痛了 他那很像麻痺喔 痛 好 贏了 不妙 這傢伙故意不正面交鋒 也沒有還手被幫助不少時間 估計已經來不及阻止了 我認輸 沒想到你武功如此高強 嘿 後悔在火場偷襲時沒直接殺了我嗎 後悔倒是有一點 不過你也別得意 我當場魔女教第三史靠的可不只是武力 雖然也無功強過我 這局卻是我勝 赤豬石多霸已經送到遠處了 後悔有期了 下次這一面 我們之間可能只有一個人活了 哈哈哈哈 少主要追上去嗎 不必了 既然和他能安心離去 我們肯定是來不及的 小悅 他們倆的傷勢如何了 唉 我也是老糊塗了 竟然只因為 那小時露了兩手最先見覺至上的武功 就相信他說的 什麼常磨劍埔殘業 結果 那隻就只是魔女教的武功 我就為了這個 賠償整個爸爸們 和我們應當守護的赤豬石 是師父不好 我不該貪窮 當商派至少 對不起 掉了爛攤子 要你收拾 但我別無選擇 從今以後 八法門就交給你了 師父 建義兄 梁忠雖然走到這個地步 但他最後終究是悔改 這國人多少人能知錯悔改 你師父雖然方向如此套定過錯 但至少他有人指示自己的過錯 光憑慈 就足以說他是令人尊敬的大俠 高檔都打最高五 師父原先不是這樣的人 他總是說人活在世 要活得坦蕩 但無可疑心 不負師父所託 我先帶師父回門派內條理 先告辭 小月我們也走吧 可以學長夢劍法了沒 我要先學長夢劍法 剛才練中冤對戰子彈 完全沒用上非白派的最新劍決 反倒死了一套極為靈巧獨大的劍法 就算以防守為重 能隨時司機屈我要害 要是我一個閃神 或許小命都不保 卻長一練中冤 這麼難場的魔力死者 到底還有多少個人 殺主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既然已經無法阻止魔力教學的速度時 那就得想像辦法 那麼無法製造出無三身穿石影 我記得白前有提到那個錯老頭 跑去神經門阻止之藥的人被抓走 現在該去一趟了 小月你對神經門的地點有任何頭緒嗎 月兒曾經打聽過神經門的位置 似乎在海上的一座荒島旁 不過 沒什麼 月兒就替殺主準備船隻去 殺主弄中原有其他要事 可趁現在去處理 所以說 哦 哦 八法門跟劍鋒牌 所以有事情要先趁現在去處理就對了 所以有事情要先趁現在去處理就對了 欸 好我們先去找小月 原來小月那邊好像有劇情 好像中碼頭是吧 好 我看到了 小月我來的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碰到一點意外 可能還要再一陣子 開封紅橋附近的河岸一盤 好開封喔 開封 獨隊之勢 一般一般都還先給他給醫生看好了 所以先去開封嗎 好我們先去開封吧 那我們快轉掉 好我們快轉到這邊開封 解放室有騷動 該不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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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我懂事以來就常碰壞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 那我們先去飛白拍吧 這集差不多了 現在準備好了 月兒最自在了 這集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做過下方的圖片 按一下訂閱 就會假如的訂閱按鈕 跟鈴鐺就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到通知了 謝謝大家收看拜拜